不会说钥匙佛现前 阿弥陀佛现前 来 剪刀 石头布 看我们接去哪个国家 没有这样的 这叫凡夫心 圣人是无我的 所以可见 过去 现在 未来 重点在哪里 你每天发什么愿 愿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信愿型的愿 所以你每天都发愿去极乐世界 你一定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断气的时候 一定会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自己知道 你要有很强的经论基础 还要你真正要去羞耻 所以对佛法要有信心 所以虚空葬菩萨 没有错 在东密里面也有流通虚空葬咒 什么叫虚空 犹如菩提心的显现 犹如虚空中的彩虹一般 所以在东密里面 虚空葬菩萨是增长记忆 智慧非常高的 等同于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同样的呢 刚才有说过 这张照片它也满拿摩尼珠宝 所以它也一样像观音跟地藏一样 满一切众神的愿 了解吗 好 接下来 我要讲地藏经的感应故事给大家 有一点点长 不过很精彩 各位专心听 总结来这个二十八种功德 又有七类功德 我讲 各位有一本书叫做 《谭虚法师的影城回忆录》 谭虚法师也是孟昌老和尚四大的师父之一 在青岛战山寺 在东北青岛 大家就知道 然后他要建战山寺 那在这建战山寺当中 有一个叫至宗法师 至就是虔诚的至 中就是中间的中 这个人很老实 他出家其实什么都不会 但是会做早晚课 可是他做事很正直 然后他对任何人都很慈悲 可是他的心很正 所以他的绰号叫做黑包公 然后在出家人来说 他也算一个苦恼的人 为什么 他对金散佛师也不会 他晚年出家 那五堂功课 早晚大悲食小咒 他就跟大家念 念完以后呢 他做事来讲 他是很认真的 很单纯的 常常教给他什么做 他就做 然后呢 不像有一些人呢 虽然很聪明 像猴子一样很凌厉 可是表面上呢 自己没有烦恼 可是心里却烦恼一大堆 因为他这个人很老实 很踏实 所以谭虚法师很相信他 在要建青岛战山寺的时候 建寺庙 要很多木工啊 还要监工 还有在大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 这块土地都是荒郊野外 大家都怕鬼 只有一个小木屋 这个谭虚法师想了半天 谁适合住呢 至宗法师就住吧 他住在那里呢 他每天呢 做什么 注意听 很简单 他做了寺庙 该做的事情呢 之外呢 他就每天都送地藏经 挺好 他一辈子都送地藏经 送到断气 欲知实质 然后呢 他办事的时候 跑出去啊 要接採很多木工啊 为寺庙接触很多商人 对不对 建居士啊 他出门的时候 都一直念大悲神咒 所以他心中呢 常常有佛法 可是呢 他因为一直修地藏经啊 所以呢 他很少做梦 就像我们刚才念的地藏经一样 天龙八部会护齿 对不对 身心很安详 夜梦安详 对不对 夜梦安乐 对不对 第二十二月 夜梦安乐 他很少做梦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只要一做梦啊 都很准 有一天 他做什么梦呢 因为呢 青岛战山寺啊 他要木头 以前寺庙要建木头 那木头都是要很好的木头 那木头有分 叫做杨柳木 或普通的松柏 可是这些都不结实 经过一百年都会驻筹 那结果呢 刚好北京 有一个叫定王府 定王府呢 是明代的帝王建的 那皇帝建的时候 当然他下令呢 就签下最好的木头 但是因为因缘不具足 这个定王府突然要拆掉 拆掉以后 这些木头啊就要卖 刚好呢 这个谭学法师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说太好了 就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去呢 把这个木头钉回来 可是木头钉回来 注意听从北京 要经过船运 然后在火车 一直送到青岛战山寺 这是很长的路程 没有人知道哪一天会送到 可是呢 有一天至宗法师 他就晚上送完计藏经以后 他就睡觉了 烧香顶礼完以后就睡觉 突然他做梦了 梦见什么 突然啊 好多人好多人来 都说老和尚啊 对不起啊 我来打扰你啊 有一个带首领的呢 这个有白胡子的老人家 带了很多的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都穿着古装 很有礼貌 衣服很整齐 他说 对不起啊老和尚啊 至宗老和尚 我们来打扰你一下 我们来这里找房子住的 然后他就跟他梦中讲 我们这个地方没墓 没有房子啊 这边的庙还没有盖成啊 根本没房子住 唉哟哟哟哟哟哟哟 我想呢 给你打个岔一下 我们本来以前是住在 北京帝王府的 现在帝王府不幸被拆了 结果我们就没到住 我们是压着木料 一起跟青岛的 火车一起来 来到青岛 昨天在火车站里面 住一晚 今天我们就会到你家 所以我来跟你打声招呼啊 请问你问一下住持和尚 可不可以给我们住呢 因为他平常是东北人 很正直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 这里怎么可以住 这是庙啊 你们是谁啊 他说没关系 我们住不是要住你的房间 我们住你房间上面的楼阁就可以了 大殿上面的楼阁 长青阁上的楼阁就可以了 他说你们能住吗 他说对啊 因为我们是特别的人 他说你们是谁呢 我们是仙啊 修仙的仙 他说希望你大慈大悲 你跟住持方丈和尚讲一下 我们来住 我们不会打扰你 然后我们不会白住 将来我们会做战三世的护法 而且让佛法兴盛 然后修行的人很多 他说后来呢 这个至宗法师就说 这个我不是住持 我不能做决定 好吧 我帮你去问吧 第二天他就醒来了 醒来以后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 谭曲老法师 老法师想一想 奇怪了 去年腊月天呢 在北京的时候 帝王府还好好的 没有听说要猜啊 怎么现在他说要猜呢 不管这些是什么来的 草仙 胡仙 什么仙 到庙里来住 他说可以 不过有一个规矩 早晚不要胡闹 不可以惊动修行人 打弦唱 出家人在寺庙里呢 早晚修持 假如他障碍出家人的话呢 我就会请他们签单 所以他们是先 可以住在寺庙 但呢 大家要一起修行 你就这样跟他讲 好不好 他说呢 寺庙里面像呢 讲堂的顶楼 法师寮的顶楼 只要不要障碍 修行人的呢 上面的屋子呢 他要住都去住 没有问题 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呢 他说完这些话 就是谭学老法师啊 跟志宗法师 在早餐谈完以后 吃完饭以后 突然间又有个 师父有张信送给你 一看木头送到了 哇 那表示志宗法师 没有人知道哪一天 今天木头送到了 昨天 刚刚昨天就做发梦 所以他觉得 这梦很不可思议 好 梦呢 是不可思议的时候 当然了 他 谭学老法师就派人啊 去处理大殿的 这个木头建设的工程啊 对不对 到了晚上 他忙我很累 这种法师呢 又送地藏经 送完了呢 就有点累了 静坐了 想睡觉了 突然呢 他现在看到 那个胡仙又来 师父啊 谢谢你啊 大慈大悲啊 对不对 谢谢你 谢谢你 老和尚终于同意了 因为你那么慈悲 我们呢 想请你到我们家 坐坐 让我们供养一下 吃个东西 他说晚上我是不吃东西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这东西 其实你也不能吃的 因为我们是仙嘛 对不对 你呢 我帮你准备了水果 然后呢 你跟着来吧 他就大摇腊摆了 平常他是不接受人供养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我去看一看 然后呢 他就一群的人呢 大摇大摆 恭敬请他 就带到这个旧的房子 然后就跟他讲说 来 上面我们住的地方 他说上面这么窄 你们这么多人住得下吗 他说没问题 先他这样一坛纸 哇 广大的这个大殿 就在那边 然后呢 非常的庄严 他说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他说好 没问题 他说老法师有空了 你无聊可以来喝喝茶 这样呢 我们呢 会好好的修行 你修你的佛 我们修我们的仙 将来呢 我们也会互持 战三世修行的人 我们会尊重 谭虚老法师的规定 不扰众 就是不要打扰大众 结果呢 他就这样 那晚上呢 半推半拉的说 师父我们准备水果给你啊 他说不 我晚上过我不识 他说没关系 打包回去吧 等一下 他的水果就在他房间了 这是这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是什么 第一个 志宗法师很老实 每天都送地藏经 他得到的功德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二十八种 天神护念 夜梦安乐 一切都有 他人很正直 第二个呢 他呢 每天送地藏经 可是他出去会常住办事的时候 他每天心里念大悲咒的 所以注意听 不要小看 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法师 对 搞不好呢 你在新加坡呢 有时候做捷运的时候 会看到 嗨 师父是吗 你也可能会看到我 因为我有时候会做捷运 所以不要轻视 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法师 搞不到心中 就念佛跟念咒啊 对不对 你不知道 人家的念头是什么 不要以外在的形象 去判断人家 第三个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他为了众生 所以他梦到呢 你看木头还没有来之前 他就已经梦到了 对不对 狐仙已经带了呢 大大小小的眷属来了 而且他还可以跟他沟通 最后呢 当然他很尊重 方丈和尚 然后呢 就 让他挂单了 好 继续再讲两个梦 很重要的 跟你们修行有关 那后来呢 这个青岛战山寺呢 开始修 修修修修的 等大殿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啊 旁边的香房啊 还有很多的殿啊 以前古来的丛林呢 是中间先修大殿 要做早晚课 然后还有前面三门殿啊 还有东方啊 东乡啊 西乡啊 还有后面啊 长经课 就慢慢修 当他们大殿修好了的时候 这种法师 有一天又送地藏经 送完地藏经回乡以后呢 他又做梦了 梦见一个什么呢 我对不起 他不是睡觉 他是在静坐 送完地藏经 他习惯静坐一下 突然静坐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 哎 奇怪 我静坐地方 怎么前面有个老和尚来 带一个大大的布袋 然后呢 还拿一个小的篮子 就把大的布袋 跟小篮子丢给他 然后呢 他打开 全部都是帘子 他觉得好奇怪 然后呢 他看这个人呢 就是哎 这个人很奇怪 道貌黯然 戴着宝冠 然后呢 耳朵大大的 衣服秀秀长长 他就感觉像地藏菩萨 不过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问他说 请问老和尚 你布袋交给我过什么 他说 来 你 把这些莲子呢 就种在后山的山坡上吧 那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说 好吧 那我就做吧 因为他很老实嘛 人家叫他做就做 结果呢 他就感觉 自己好像出钉一样 就呢 把每一个莲子拿出来 而且这么大呢 像手掌 最大的还有像西瓜这么大 他就想种 可是在种的那一刹那之间 硬板非常非常的硬 就种不下去 那个老和尚说 他就说 老和尚你叫我种 可是这么硬的地板怎么种 他说 你笨嘛 念佛就好 你一念佛呢 地就裂开 你莲子就会种得下去 哦 这样子 好 他就念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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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每念一声呢 莲子就种下去 种了 种种种种种 完以后呢 回头一看 满片山啊 都是莲子 然后呢 他就醒了 就从禅定中出来了 他做了这个梦 也觉得很奇怪 老和尚就不见了 然后后来呢 他还是很老实地 跟谭虚老法师报告 老法师就会说 战山寺是新建的道场 将来一定会有 很多人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谭虚法师 就说了一种记子 愿将东土三千界 骗种西方九品莲 愿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能够呢 弘扬佛法 愿呢 一切的众生 都种西方极乐世界 九品莲花 然后呢 他说 虽然战山寺是正法道场之一 但是象征着将来 战山寺会有很多人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第二段故事 师父讲这个故事 告诉你说 修地藏经念佛 将来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他做了这个梦 后来战山寺 的确除了很多很多的高僧 都是欲知实质 往生极乐世界 第三个故事 很精彩 专心听 我看有一天已经快睡着了 还是听得太精彩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师父没有急着赶进度 你放心 我有我的方法 这些讲完了以后 会坐飞机一样 经文就全部讲完了 我有我的方法 不过先把这些重点听懂 你才会对地藏法门 有真正坚固的信愿心 第三个故事是 在青岛战山寺 有一个叫做 董子明居士 他是一个在家人 他想出家 可是姻缘没成熟 他在外面曾经教书过 到了晚年 他就放下自己的工作 到了青岛战山寺佛学院 教国文 他平常也跟大家一起一样 上课 上殿 就是早晚课 然后做该做的事 然后在战丹寺的学校里面 教国文 除了改国文之外 他就专心念阿弥陀佛 他专修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他专门念佛 从他学佛到战山寺的时候 他已经用功过 十三年跟十四年 所以他的念佛功夫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他对谭虚拉法师 可以收留他 然后呢 让他发挥他的才华 他非常的高兴 而且他自己啊 平常除了教书之外呢 他把门就锁起来 他不喜欢跟人家聊天 也不喜欢东晃西晃 所以他一天念佛 至少念四万身佛 很精进 然后呢 因为他怕人家来找他 所以他念佛的时候 是把门关起来的 然后他就在房间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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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念得纯纯蜜蜜的 非常虔诚 他突然动一个念头 佛恩浩瀚无碍 我很想很想拜佛 他身体跟身 就到大殿去了 我刚才说过他 他门是锁起来的 他动一个念头 他连身体都飞到大殿去了 然后这时候到了大殿 他拜完佛 他想想 糟糕 忘了带钥匙 对不对 我刚才是这样出来的 那我刚才怎么出来的 我没有钥匙 他就赶快找一个 常住里面的朋友 道友 去找人家开钥匙的 开了钥匙了以后 然后他才进去 然后就看到 钥匙刚才就摆在 他刚才的书桌上 哇 这个故事就轰动了 青岛战山市 黄念族老居士 曾经在讲念佛故事的时候 也单独提到这个故事 因为他见过谭虚法师 他也问 谭虚法师听说 你寺庙里面有个念佛 你一动念头的时候 身体就到大殿去了 他说真的 后来这位董子明居士 就问谭虚法师 那谭虚法师叫他来 你刚才真的是这样吗 我说没错 师父我也不知道 我就这样念佛 念佛很虔诚 我念了十几年 我很虔诚 我突然感觉佛恩浩瀚如海 我很想拜佛 感谢佛陀 我就想说 我要去大殿礼佛 就去了 结果 可是我要是没带 然后他就问谭虚拉法师 谭虚法师说 你很有善根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念佛 当然谭虚法师 要破除他的执着 就跟他说 其实你这个念佛功夫 念到内外完全相应 夜静晴空的时候 心里一点都没有执手的时候 外面的藏源是不能够障碍你 你动个念头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你就到大殿了 可是当你到了大殿以后 回头一看的时候 你的心又分别了 所以你就起了执着 所以他告诉他的心的作用 修得很好 但不要执着继续修 接下来他有 因为他是单身 没办法出家 住在寺庙里面 跟大家一起作习 然后他又教国文 剩下时间他就精进念佛 所以他曾经再生发两个愿 什么愿呢 第一 活着的时候不要生病 因为生病 他孤家寡人 一个人没有人伺候 他觉得很痛苦 第二个 有病 就立刻往生极乐世界 他不要留恋 也免得自己受罪 也给活的人 要照顾他 添他麻烦 所以果然有愿必满 他平常练佛 什么病都没有 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他欲知实质 然后呢 他就跟谭虚老法师说 我要回家了 谭老师说 你要去哪里啊 他说师父 感恩你 护持我修行 我虽然没有献出家乡 可是你对我就像出家的弟子 这么样的慈悲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了 然后谭老问他说 你确定吗 他说真的 我见了西方三圣 我要走了 希望呢 明天半夜四点钟 然后呢 请你排班 帮我助念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半夜十二点 很多人就没有睡觉 就开始帮他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谭虚法师也在旁边 他说要记得正念分明 继续发愿去极乐净土 然后一直念念念念念到 半夜四点钟 敲钟当一声 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所有的人就看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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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说了一句话 轮回这么苦 今天我终于有个代价 公布唐娟 他就走了 所以讲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我也很喜欢的故事 师父听过好多次 以前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我也听过 谭学老法师的 引诚为利路 师父也看过 答案是什么 这个在家居是很精进 你念佛念到真的呢 完全很专注的 身体会空掉 跟禅坐一样 假如你的禅坐 能够做一次呢 身体完全空过一次 你就会相信 释迦摩尼佛的 无我法是真的 他因为完全的念佛 念佛纯净了 动一个念头想拜佛 他身体就出去了 可是现在你们没办法 举个例子 你现在说我要出去 动 你一定撞到门的 你穿不过去 为什么 你会有一个我的概念 哎呦 那个东西是硬的 我真的能穿过去吗 你看你的念头很多 他是完全念头都没有 咻起来就过去 注意听 不是神事 天生肉体你就过去了 知道吗 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夫 虽然谭老高说他不要执着 不过依师父了解的经论来讲 他是能所相应到说 身心可以做主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炫耀 大陆的特异功能 或是东南亚的特异功能 说他可以穿墙斗壁 是真的 不过呢 你的心要很清净 假如你心境动了个念头 注意听 假如你现在修特异功能 然后呢 你穿墙 你突然动一个妄念的话 你会卡在墙里而死掉的 你出不来 因为你心有执着 你甚至想 哎呦我的身体能出来吗 那待会会不会死掉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妄念 他没有 完全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的时候 人呢 就立刻到大殿去了 所以可见 念佛也可以证到呢 大乘的三昧 念佛也一样可以修到 像禅定里面讲的 完全身体功过 所以各位要加油 他一天念四万声阿弥陀佛 好 讲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好 请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然后待会我回答问题 请看第十七页 哦 还没有 对不起 还有精彩的 在还没有讲这个科判之前 师父今天讲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 请看幻灯片 我标题叫讲 广修善行要及时把握 地藏地藏 讲大地 以现代化概念注意听 这一段不在地藏十轮经 但是师父觉得先讲一下会比较好 这样你进入经文的时候 你才知道为什么要做转轮圣王 为什么要出家做佛陀而教化众生 因为众生要同理是很难的 请看 广修善行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是真的生病了 小时候的我 现在我43岁 举个例子 20年前我也没有概念说人要洗牙齿 讲个笑话给你听 小时候师父真的很单纯 我妈妈去买牙膏 我会买一条就可以用一辈子的 然后下次下个月说 来 儿子走我们去福利中心买牙膏 我跟妈妈说 妈还要买牙膏吗 不是一挤就会出来了吗 他说傻儿子 挤会挤完的 所以我以前是很单纯的 我真的很单纯 可是以前我也没有洗牙齿的概念 可是你知道当人老的时候 半年你就要检查牙齿 师父的牙齿比较差 所以他会染色 所以你要洗牙 你不洗牙你会有牙周病 对不对 第二个 20年前也没有人 10年前也没有说要环保 垃圾要分类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做得很好 对不起 我深呼吸好了 新加坡做得还不够好 你们垃圾都没有分类 我有注意到 我们在台湾是会被罚的 当然可能新加坡政府这方面 就争议之远比掩护 未来做 可是垃圾分类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每天 有丢掉多少的垃圾袋吗 全球60亿人口 一人吐一个团 你就淹死了 这是真的 全球有61个人 每一个人都丢一个垃圾袋 全球有60个亿垃圾 三年以后就有好几座垃圾山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 既然修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 先要学着对外在的大地 要有慈悲心去保护 所以师父这次想要讲 全球暖化 专心听 这个很重要 否则我们地球因为大家都浪费了很多资源 还有二氧化碳 我们还有很多的碳 汽车 所以我们的碳很多 所以让地球外面的最外一层 叫臭氧层已经破掉了 所以太阳一照的时候 冰山已经在融化了 所以听说预言 三年跟五年以后 台湾十分之一 台湾是宝岛海的 环海的国家 有十分之一的土地会没有 知道吗 我记得十七世大宝坊在美国 弘法的时候 听人家讲到环保 他也参加 结果他第一个听到的时候 他说台湾怎么办 台湾有十分之一的土地都淹掉 那这些人跑去哪里 都往阿里山跑吗 你也不要认为新加坡不可能 是不是不是像你 而是真正这个是在发生的 若有人你看过一部电影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过后 你就会看到 人类是会面临很大的 这个不是上帝创造的 也不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成果而我们的 而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觉得修地藏法门的 每一个佛弟子 都应该注意环保 真的很重要 请看 幻灯片 北冰阳就是北极 是在这样圆圈 现在你看 在天空上 你所看到的 从卫星云图上拍来的 冰山就是这样 它都在缩小 接下来 你看冰山开始在融化 融化的时候 注意听 因为它融化 所以海洋的温度就会变 所以海水就上升 因为冰山融化 所以里面 海里面的生物 温度变了很多 一下子就冻死了 不然就是热死了 所以雨死掉了很多 众生也 要死掉很多 讲真话 各位可能有 十三根都是吃素的 如果没有吃素的话 先告诉你的朋友 真的不要吃海鲜 师傅读过报告 现在的酸雨很多 你看着 你做一个实验 如果你车子放在门口 或计程车放在门口 下雨下后 你那个铁都开始腐蚀了 我在台北车 我又自己有摩托车 假如摩托车可以骑三年的 现在骑五年的话 现在三年就报废了 也就是说 雨里面是酸性很强 当它雨流到大海里面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 鱼 海藻 很多东西都变化了 死的死 毒的毒 有很多毒素 所以其实海鲜是最毒的 这是告诉你 没有学佛的朋友 少吃一点 你不要吃这么多毒 你吃太多毒的话 你是会有癌症的 现在我们病毒 为什么那么多 真的全球的气候都在变化 所以你看这张图片 冰山就在融化 那你看北极小 很可爱吧 那怎么办 去哪里啊 它没地方跑啊 它的生态一直都被威胁的 对不对 你看帝王企鹅 很庄严 对不对 Discovery也拍过 可是他们的生活 冷得越来越冷 热的时候越来越热 台湾也现在这样 很不幸地说 有人预测 今年的台湾最高温 夏天 等师傅红发回去的时候 43度 好高啊 去年最高温41度 印度45度就热死人了 然后呢 今年呢 年初的时候 台湾淡水最冷 4.8度 阿里山跟玉山是下雪的 也有预测 今年的台湾呢 最冷的时候 今年年底冬天 台湾会零度 马路上就要下雪啦 以前从来都不会发生的 可是现在真的都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全球暖化 变化 所以地震也很多 海啸也很多 那请问地震跟海啸来的时候 你跑哪里 你只能念佛菩萨啦 愿意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就去极乐净土吧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所以不是像你 而是真的会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帝王企鹅 以前它可以很厚的皮肤 可是现在已经冷到 它们都快被冻死了 所以呢 一个一个就开始真的绝肿了 这是什么 海狮还是海狗 你们也分不清啊 海狮 对 等一下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北极的 刚才讲 北极熊 帝王企鹅 这个海狗海狮 OK Forever 就是海狗海狮吧 其中的一种 你看 它自己呢 它的皮肤 已经没有办法抵抗 那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刚才继续说 台湾预测 春夏秋冬 对不对 春天跟秋天会越来越短 以后台湾只会变成两种天气 一个夏天跟一个冬天 昨天跟今天可以差10度到15度 所以大家都生病 小朋友都生病 那何况大人呢 所以大家以后出门可能就想戴个面罩 mask 对呀 搭捷运的时候 台湾我们管得很严 只要有一个人咳嗽 你怕细菌传染别人 上了捷运就应该戴口罩 对 你不要传染别人 也不要被人家传染 那大家出门的时候都是戴口罩的 对不对 好 再看 你看 冰山融化的时候 它本来的土地是一大块 现在呢 这个北极熊呢 只有这样的都可以站在那里了 好 那北极当然又很漂亮 北极光 好 我讲这个呢 北极光就如梦如幻 我们做一个人 投胎人间 我们修行是很有福报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讲 饶益众生界 饶益众生界 你就要去用细心的去观察 地球是在变化的 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也没有电脑 我生下来的时候 师父也不会电脑 我现在这几年 也是学到 用电脑红法 电脑很方便 所以你看 以前没有 小时候要有环保的概念 有机的概念 洗压的概念 还有垃圾分类的概念 以及全球暖化的概念 所以都是最近十几年发生的 所以一个概念要继续推广 要让全世界接受 至少要十年到二十年 那请问 佛教徒我们讲 大慈大悲 救度众生 我们讲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请问地球变成这样 我们能做什么呢 除了我们很虔诚地念佛 回向修行之外 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也要开始学着 节能 审探呢 不要用的电叉头 把它拔掉 你不要跟我觉得 没有关系 垃圾该分类 你就分类 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垃圾 都送到哪里去 看不到 对不对 你们都是送到外岛吗 还是用垃圾来填海底 造土地 都好 可是我们的垃圾 越来越多了 所以注意听 为什么东南亚的佛教徒 会发起要用环保碗筷 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 全夜市跟所有的商店 一年花掉 好几千万的竹子的碗筷 每一个人 如果都带一个汤匙跟碗筷 那很好 所以当你访问台湾的 佛光山 法谷山 慈济功德会 所有的团体都很重视环保 为什么 真的很重要 你做的这个 你可以让这个地球 减少混坏的寿命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如果地球发生了 全球暖化 天灾 人祸 地震 海啸的时候 老实说 你也会不安 你也活得不快乐 这是师父想要补充 在我们讲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的现代意义的时候 请你要特别重视环保 还有全球暖化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发心做 就像我们点灯 大会最后一天 宽金念佛堂也会很慈悲点灯 你看一盏灯这样点下去 每个人 所有的佛堂全部是灯 每一个人 佛教徒都按照这样去做的话 你这个地藏地藏的法门 这个大地 才会让我们保护得好 否则这个地球 若是没有保护得好 已经有人预测 一百年以后或两百年以后 地球不能生存 那每个人 我们就要租到外太空去了 那会非常苦 为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外太空 只有有钱的人 或文物百官 帝王 或各国的领袖 才有资格去租外太空 那请问 没有上外太空的这些云云众生 怎么办呢 继续受制地球的病毒吗 神病吗 冷啊 一冷一热的时候 很多食物就会没有 没有食物的时候就饥饿 饥饿的没有的时候 接下来就抢 抢 就是战争 战争完以后就什么 残杀 它是会发生的 最后再看这张 北极光 北极光很漂亮 表示我们人生 刹那 美丽呢 也是虚幻的 我们常要把握当下 我们人生真的很短 你够在人先 听闻佛法 学习佛法 就应该精进 假如有一天 我们到了静佛国土 我们也正到像地藏菩萨一样 这样子的大菩萨 从凡夫而进入圣人位 骑马出地欢喜地菩萨 你就可以出六道轮回 那时候三间大间世界 发生什么时辰 你自己都可以坐着大宝莲花 去救度众生的 你也不会受外在 环境 战争 火灾 水灾的痛苦 所以佛法 的的确确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所以大家必须在佛法上 真正用功 好 接下来请看17页 我想讲完17页到18页 告一个段落 然后回答几个问题 今天就结束 请看科判 科判呢 我已经全部做给大家了 这有十一平第二平 那我现在前面是科判略表 请看甲一 续分 分五 请注意一下 17页第四行 以一 无量菩萨海会聚集 对不对 这条请画掉 因为刚好 我是从另外一个档案 贴过来的时候 我就做 几一 几二 几三 几四 几五 结果我没有注意 这个原来的无量菩萨海会聚集 请把它删掉 这条把它划掉 这是多的 请看幻灯片 续分分五段 几一 初问 初问呢 就是地藏菩萨站起来 问释迦摩尼佛 第二 几二 初答 释迦摩尼佛因地藏菩萨的提请 而回答他的问题 几三 地藏菩萨 一 众生呢 再站起来问 为什么末法时代众生很苦 为什么呢 众生总是造很多恶业 怎么样才能够让正法兴盛 怎么样呢 才能够大转法轮 所以几三 地藏菩萨再问 几四 佛头就再答 几五 他就做一个小结 所以续分并不难懂 好 请看下一页 甲二 幻灯片 正中分分三 几一 总说 几二 别显 好 请做一个记号 看幻灯片 佛经理科判常常总说 英文叫 Generally Speaking Generally Speaking就是总说的意思 别显是什么呢 Detail Explanation 详细的一个一个解释 个别一个一个的详细解释 这两个是classical Chinese 在看科判里面常常会说 总说是什么 地藏菩萨呢 丙一 总说分二 丙一 愿力成就十轮 地藏菩萨呢 深深适适在这个娑婆世界 地藏菩萨在有佛的国土 跟无佛的国土 都发愿度众生 所以他成就十轮 这十轮是配合十善业道 关于十善业道 我已经说过 我没办法讲 最后一天大会呢 宽纪念佛堂 会跟大家结缘DVD 我以前在巴旦岛讲的 我做了很详细的经文跟科判 所以十轮是配合十善业道 第二个 丙二 转法轮正不退 佛为什么苦口薄心 要讲这么多的佛法呢 希望众生正道不退转 请把正不退三个字画起来 你学佛常常退 那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内有烦恼 外有恶元 外有恶知识 外有恶友 还有你自己的烦恼没有灿除 所以你更应该精进地摆地藏菩萨 因为业力没有灿除的时候 你常常是起起伏伏的 举个例子 师傅常说笑话 我来新加坡奖金 谢谢大家 大家都发喜充满佛力加持 对不对 过了一个月以后就这样 再过一个月就当当当 那半年以后就当当当 就不见了 有些联友好几次 从2003年到现在 有些还见面 当然元聚则生 元散则灭 可是有些联友帮助过以后 就不见了 所以可见众生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常常会退步 这叫退转 尤其是你好心 哎呀 我听到师父发喜充满 我开始要发喜不及心 行福煞到 帮助别人就开始被人家骂了 帮助别人就开始被人家侮赖了 帮助别人呢 这个联友呢 就是八卦讲东讲西了 然后你的心就开始动摇了 所以信心 信愿心不动摇 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讲真话 尤其在娑婆世界 障缘特别多 做好事呢 没人管你 做坏事啊 坏事传千里 做好事人家不会赞叹你 做坏事人家骂死你 你就会觉得 这个娑婆世界 哎呀 修行是真的很难 的确 为什么 因为众生造恶业 所以十善业道跟十轮 有关的 好 接下来看 几二 别显 detailly explanation 详细的解释 请看 丙一 第一佛轮 又分两段 请看幻灯片 丁一 均未虚无 成就亡轮 就是说 遇到这个国家 新加坡还有福报 其实也有人赞叹说 李光耀总理是有 转轮胜亡的福报 所以他可以把新加坡 治理得这么好 而可以让周遭所有的人 都希望来这个国家 这是很难得的 师父很赞叹 可是在古代 假如一个国王出现 那佛教 他就会很兴盛 而且天下会太平 可是假如在我们 中国历史上 你可以看到 很不幸若一个 昏君出世的话 天下老百姓都很苦 税收很重 生活很苦 怨心再到 接下来就暴动 然后就推翻政府 中国历史上 历代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好的国君出世 是众生有福 那这里讲的第一佛轮是什么 假如世间国王不英明的话 那佛弟子 又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就会来视线转轮圣王 统治国家 叫成就王轮 丁一 丁二 在没有佛出世 比方说 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 弥勒菩萨还没有出世的 这一段时间 无佛出世的时候 地藏菩萨就会千百亿化身 而成就各种佛形事业 他跟普门品一样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为说法 所以这就说明了重点是两个 地藏菩萨可以成就世间的 转轮圣王的功德 叫成就王轮 在佛门的角度来讲 他可以成就 佛形事业叫成就佛轮 这是主要的两个大段 接下来他还详细分 接下来第一轮是如此 所以配合十善业道 所以接下来并不难 丙二 二轮 三四五 一直翻过来 第十八页六七八九十 这样我讲完了 很快吧 这就是十轮 因为架构是一样的 详细经文我们后面会慢慢讲 别急 接下来再看几三 结语 看幻灯片 分二 分二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一 地藏菩萨特别发愿 他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秉一 愿住五着二世 这个世界的众生 注意听善恶是参半的 虽然我们刚才讲到冰山 这样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师父先举我们台湾的例子 我没有政治立场 大家可能对于最近台湾几任的总统 也是有很多抱怨 没有错 师父也很难过 可是问题你知道 为什么全世界这么乱 台湾的政治这么乱 可是台湾还是很进一步呢 因为台湾有很多民间团体 很多宗教团体 慈善团体都在努力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不然台湾早就不见了 这是真话 师父自己观察到 台湾有很多的民间宗教团体 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不管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维教 很多宗教都在做很多事 台湾大家知道 以佛教的角度来讲 最赞叹的一听到都是慈悸功德会 对不对 我们要赞叹 对不对 有一位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样新型的法师 比丘尼领导全世界 哪里有灾难 哪里就去 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要赞叹 所以台湾就是因为 还有这么多的民间团体 慈善团体跟宗教团体 所以台湾我相信还有希望会进步 可能现在这个团体 比不上新加坡或其他国家 可是台湾本身的力量 基础是很强厚的 所以在这个五浊二世里面 你要发愿 永远不放弃众生 所以这叫丙一 愿助五浊二世 所以有些人将来会在净土成佛 有些人在会土成佛 这都很好 我都随喜 你要在这个世界 深深深深继续修行 然后来生见到梅勒菩萨 在都帅内院 跟着都帅内院的菩萨 一起修行 也很好 师父也会赞叹你 比方说 谁现在就在都帅内院呢 第一个 玄壮大师 第二 窥姬大师 薛英老和尚 对不对 道安法师 全部都在都帅内院 很好啊 没关系啊 你也可以上身都帅内院 为什么 你清净了下尊 当来下身 没了尊佛 所以纵使这个世界 众生的夜显现了呢 你有很多灾难 但是你在天上 你还是可以继续修行 你还是可以清净 弥勒菩萨 大菩萨 听经文法 而且十一柱行 你都不用愁 但是你看到 往下看的时候 云云的众生啊 夜历现前的时候 你会难过 但是也会增长 你的大悲愿心 众生月苦的时候 观音 文书 普贤 地藏 所有的诸佛菩萨 道价慈行的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 丙一叫 愿住五着二事 丙二 就是令三成正不退 就是呢 身文 圆觉跟菩萨 三成人像法华经一样的 三成教法 最后都要让他正到 不退展 一佛成 最后再看 甲三 流通分 分三 以一 一切与会大众 皆大欢喜 二呢 佛呢 又现各种神通 变现 让与会大众呢 因为地藏法门的关系 所有都做正道 无身法人 所以我再讲一遍 佛在道立天空 讲地藏经 道立天空 鬼是没办法上去了 鬼就是在鬼道 为什么在道立天空的时候 无量无边的鬼啊 六道众生都能够上去 见到释迦摩尼佛 而且拿金色的花去 供释迦摩尼佛呢 那是地藏菩萨 摩尼佛的大悲愿力啊 你不要说套立天空 请问你 月球你可以飞得上去吗 你自己就没办法飞啊 火星你可以飞得上去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那是地藏菩萨的愿力 所以他现神变 释迦摩尼佛跟地藏菩萨 现神变力 让与会大众都震到 无身法人 无身法人 我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里面有讲 这是很重要的 你所有发了很多愿 你要有其中发一个 愿我一切众生 早正无身法人 叫八地不动地菩萨 这样你在生生世世 就不会退转 几三 得正不退 得不退 正佛果 就是让所有的众生 在生生世世呢 就不退 而且正到无上的佛果 这个就是经文圆满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几张 地藏菩萨的照片 我们就圆满 请看 这一次从明天开始 十九夜 除了讲经文之外 师父也会配合介绍 从印度到中国 到日本 乃至于韩国 甚至到西藏 乃至到东南亚 各种不同的地藏菩萨 请看幻灯片 这是你从来没看过的 我也很用心地收集 就像显密原容观音法门一样 好 请看 在印度的时候 地藏法门并没有那么兴盛 因为在印度里面 释迦牟尼佛讲的 很多很多的无量的大菩萨 一直传到中国里面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是特别有缘 所以地藏法门是传到中国 透过地藏三经翻译以后 跟中国文化结合 所以地藏法门就广为流通 在印度你现在问他地藏菩萨 很多人不太知道 西藏人你问他地藏菩萨 藏文叫萨尼音波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也很少弘扬 很少专门的弘扬 西藏大部分弘扬是六支大民众 度母或是观音或莲师 或药师或阿弥陀佛 所以西藏有很多本尊 但是地藏法门也曾经在西藏弘扬过 所以明天或后天我会给你看西藏造型的照片 现在先看印度 从印度大乘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 会经过丝绸之路 所以大部分可以看到壁画 你看以前的地藏菩萨就长这个样子的 头上戴一个帽子这样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你看到地藏菩萨吗 中亚寄兵国的地藏菩萨 很可爱 就戴一个帽子 两个这样辫子 然后旁边当然他也有侍者 然后地藏菩萨注意 他这一张图里面 中亚的壁画里面 他身上背后左右有各三道光 叫六道光 代表他也跟观音菩萨一样 可以度六道众生 这是在中亚寄兵国的壁画 接下来再看 地藏菩萨也可以度六道众生 所以旁边他绕了一圈 很多很多不同道的众生 就算他在人间 也可以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为说法 有时候他可以献国王身 有时候他献文武百官身 有时候他也献女众 也献比丘跟比丘尼 所以跟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 接下来再看一两章 到了中亚寄兵国 到了克神明尔的阶段的时候 胡人 胡人就是蛮夷之邦的一种种族 旧摩罗舌大师本身也是胡人 从中亚寄兵国 胡人他毛很多 可是有些胡人很聪明 所以旧摩罗舌大师就曾经在 维摩结晶的翻译里面就说 我手上范文本有两个 一个叫范本 一个叫胡本 两个都对 翻译不同 我就住在下面 所以你看一下中亚壁画 地藏菩萨是这样的造型的 对不对 后面放彩色的光 像孔雀一样 前面呢 因为在沙漠胡人的地方 大家看如果回教徒 骑骆驼的时候 他有布都会把身上盖起来 所以地藏菩萨是这个造型的 接下来到了敦煌壁画 地藏菩萨就有站起来的 他披身上的是袈裟 现出家相的样子 然后这是地藏菩萨 敦煌的造型 接下来再看 佛教传到中国 早期的地藏菩萨 看起来又像弥勒菩萨 他像思维的造型 后面呢 他有豪光 他的手 左手还是拿摩尼珠 右手呢 他就什么都没拿 但他心啊 稍微这样 头往前低一点点 他在思维 怎么样去度众生 所以这是早期传到中国的 青铜造型的地藏菩萨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时间有一点晚了 那各位的问题 其实有些我在讲经会回答 有些题目呢 也非常好 我还会陆陆续续回答 那今天呢 就现在暂时告一个段落 有一点晚了 我知道今天礼拜天 明天大家还要上班 所以我们念回向文 只要念印光大师的回向文就可以了 请看第十一页 第十四行 好 也看宽灯片 希望赞叹 成定甚深的地藏王菩萨 好 第十一页 请合掌 我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十一页第十四行 念印光大师的写的 精简的地藏菩萨发愿文 好 大师誓愿不可测 大师誓愿不可测 运杯周遍陈诈国 运杯周遍陈诈国 众生静候誓方修 众生静候誓方修 地域空时愿使习 地域空时愿使习 受化多成无上道 受化多成无上道 自身由是生文机 自身由是生文机 只愿身佛性为一 只愿身佛性为一 欲令同祸就禁记 欲令同祸就禁记 阿弥陀佛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